六十三度半 哎呀 你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啊 這麼難得來來來 喝一杯啊 不左右左右 然後等一下過來 是誰把渡血帶到學校裡來 來責怪這些其他的事 這在說什麼呢 這一個孔子的故事在談到 台灣人已經被養成一個喜劇 放到你們有什麼事 第一個 不是我 原來就這樣的 跟我沒關係 然後呢 逃避起來 故事又贏他 我以前在延東街那個時候 有一次呢 跟後面一部車相撞 我知道是他不對啊 但是那個人呢 他就是堅持不認錯 堅持不認錯 那我為了要讓他認錯 我說你再說一次 你再堅持你不認錯 他一樣在講五四三 第二次 第三次 我之前告訴他 你再講我就砸你玻璃 他繼續講到第三次會 跑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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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警察 哦 反正 你知道我只是為了要讓他知道道理 但是整個過程 警察來了怎樣 哦 哦 他就一直講 我砸他玻璃 怎麼樣這個人好壞 是流氓什麼什麼 然後腰檢跟他說 他砸你的玻璃 他渾水 你到法院告他損毀 然後跟我說 他說是撞你 把你辦法撞掉下來等等 所以呢 你去懷疑告他損毀 我靠腰 我咬咬咬 啊 我也沒有那種時間去 不是說沒有那種時間啦 因為基本上就是說 不喜歡在這樣的雜事裡面去耗費我們的時間 現在絕大部分人裡面都很忙對不對 忙個頭啦 忙 什麼叫忙 你把中國字拿起來看看 忙就是心亡死掉了叫忙 是你要不要揍 而沒有所謂忙不忙這一回事 那是你的選擇 不要用這些藉口 但是當時我就想說 哎呀 我就跟他講 這樣好啦 你去把那個 請那個修理師來大家估價啦 我給你打破爐我陪你啦 你給我弄好好的這個給啦 第二種方案啦 我們就這樣算了啦 但是我只是要讓你知道 治理不對 為什麼不敢承認這樣 你知道嗎 那個 技師請來了 好 打塊一塊玻璃 你要付他 告訴我要付他兩千塊 輪到我呢 來 我說來看 好修辦吧 怎麼樣 然後我說打開裡面 打開那個水箱 這個什麼 一直加一直加 我對他講 還要嗎 還要互相陪嗎 我說不用了不用了 其實我當時開的車 是那一種就是啦 除了喇叭不會響以外 每一個部位都會響 然後呢 還要用手拉著那個把手 要不然那個門會掉的 所以就我們在檢查 問題是這個事件 我並沒有讓這個人 真的有手改變 我事後檢討 不是我不費的問題 不是你想想 我年輕是怎樣 開著車 看到前面 有交車 走中港路 把一包垃圾丟出來 我衝過去 停車 撿起來 追 一直追 從中港路三段 追到洪光 讓我追到了 我爬到拉安姐下來 拿過去 先生 你的東西掉了 它會改變嗎 會 我不確定 還是要相信 有一點影響 有一次 我們再緩和 上次不是講那個 警察去把我們那個 請的遊覽車就弄掉 我們只好各個開車上去嗎 OK 我就搭國光號 在國光號上面 按照對號 一坐下來 我就發現 隔壁 有個消息 滅得不得了 夭壽碎 那我要坐下去 都會噗通噗通 都跳幾下 沒有想到 一坐下來 他就跟我打散 好 那個人 很嘴 好累 夭壽 死的 說到我的 我的 說到變了 不夠厲害 他只要 他問了 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台北 做什麼 我就是參加反核 他就開始講核能 講得頭頭是道 那不好啦 他開始 你是做什麼 教育 他開始講教育 比我講得更厲害 但是他有一個原則 就是所有東西 講到後來 都 那不好啦 那不好 那不好 我聽他在那裡 你知道這個人的職業是什麼 拉保險 我這樣在那裡聽什麼 要到半點 聽到 撞不住了 小姐啊 你講完了沒有 如果照你的邏輯 任何什麼東西讓你講起來 最後都沒有好啊 那我到佛那裡要死了 他就撞到那邊 就開始找了 我說台灣 就是像你這種海 這麼多啦 就像一支牆 在那裡比爛啦 然後大家就沒有好 喔 那我電腿 就這樣 跟他一樣 跑去後面 奇怪 為什麼沒有這個單 這種事情 發生在什麼 我們就在反而走 遊行裡面 告訴各位朋友 如果你沒有參與過 所謂的弱勢運動的遊行等等 去感染一次看看 但是必須要是你自己 發自內心 你想要 那一種在反而陣營裡面 那感受到 唉 我們是共得國的 那個感覺 沒有辦法用語言去形容 我就去一個老闆 這樣 講了來 嚇一句歸 看了我看 年輕的臺灣 客裏啊 那種說 在那裡靠的那種感受啊 我每一次在遊行裡面 都可以感受到 那種正當性 那個不是為自己失利喔 那個是真的是為公益 在走的那種東西喔 不是說啊 抗爭 把我的錢還沒來 那一類的喔 那個我沒有辦法講的就是很多那種情境 那一種真的是 identity啊 那種認同的那種 那種消失的 那種消失的 那種東西 那種 那種 那種問題是 那種 我剛才在東海第一次 兼任在生物系 兼任一個國家公民保育的課程 那我也談到這個反應 要帶這些學生到上面去 然後呢 我也跟這幾個學生啊 反正自己化整為領上去 其中有一個很聰明的 剛搬帶什麼 就到 也是參加的 我們一起遊戲 回來以後 好了 課堂 第二個禮拜 我就來談 セミナー 來談這一次反核裡面 看到什麼有什麼要檢討的 這一個半代就起來講話了 老師同學 我告訴各位 我今天在反核 我們整個反核的構成 怎麼樣怎麼樣的構成裡面 我看到一個現象 這一些反核的阿伯啊 這些人 最佛昏能 嘎昏昏曬 但昏能破 有什麼資格換核 一個人 連自己的 身體環保都做不好 有什麼資格換核 同學說 大家都認得 你是老師你怎麼說 我說 這位同學剛才這樣講 對不對 對 換句話說 他把 緩和 我們現在有一個天秤 個人環保放一邊 身體環保 他 抽煙 喝酒 吃檳榔 出檳榔汁 亂丟垃圾 放在天秤一邊 緩和 站在一端 他的講 他的講話裡面是 那個個人的環保 這個部分 嚴重 以 大於 總體的 緩和 請教各位同學 緩和 是不是 超越個人 超越族群 超越社會 跨越 世代 超越 國際的總體地球的總觀化 是 緩和 是不是 需要 具備總 相當的社會人格 一種 生命無法 不可忍受之輕 之重 都可以 是不是 相當不容易 才會有的一種 情操 是 好 各位同學 你們現在站在旁的 是 把這一個 人類整體上 放在一邊 把個人這一邊 而且 個人因為他這樣 所以還沒有資格 緩和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我如果是 我在當場 看見 人家把 原地丟下來 把 分農泡 替下來 我就拿個 塑膠袋 我就隨手 幫他 他丟下來 我就幫他撿起來 我相信 整個 隊伍行列 就從我這個 起點開始 總體 大家主動 請得 乾乾淨淨 你今天 不去做這些 事後來講這種風涼話 而且 大小不分 輕重 不懂 你這個叫什麼大學生 可是 整個 我們台灣的教育 要我們怎麼樣 我們在跟人家這個 弱勢運動 過程裡面 你看你看 你看那個陳怡峰 連鞋帶都沒有戲好 戲好 有什麼資格出來 談國家大事 你知道 從來都是這個樣子 除了剛才那四個裡面 我們再來看看 謝謝 謝謝